我們現場特別來賓 張嘉玲議員 林鎮宇議員 妍南京小姐 萬美齡委員 洪孟凱委員 張思綱議員 大家好 我回來了 好 歡迎你收看 布林肯談台灣的大選 我們國務卿 他們很重視 第二天就派了人來了 重申說他要確保台海和平 當美國了 現狀不變 就是不會改變現狀 大家都希望台海維持現狀 不過台海這個現狀 其實是一個動態的現狀 並不是一個靜態的現狀 另外有沒有可能將來 就是大陸覺得說 台灣反正沒機會 賴清德也是個台獨支持者 還有台獨黨綱 所以將來想要和平統一 更不可能 既然不能合同 那就剩下五統了 所以國台辦說 他還是要盡最大努力爭取 和平統一 另外菲律賓總統小馬可氏 你看爸爸老馬可氏 以前也是菲律賓總統 小馬可氏 他發了一個賀電給賴清德 恭喜賴清德當選 台灣的總統 我代表菲律賓人民 而且希望將來能夠合作 和平 合作 中國當時很氣的 就把菲律賓 這個中國的大使招去 就問他你什麼意思 幹嘛祝賀賴清德當選 這個小馬可氏也很覺得 他說因為我們要感謝台灣 這個容納了很多菲律賓的勞工 的確台灣的菲律賓外勞蠻多的 好 那麼我們看一下相關新聞 台灣大選後 第一場大陸播台辦記者會 是受到高度的關注 在記者會前20分鐘 現場的座位是坐滿的 另外平時鮮少出現的西方媒體 也出席並且提問 大陸官方如何看待賴清德提出 要重啟兩邊對話的說法 您只牽手 統一是南岸人民的共同 願望 你為什麼講人為 我想告訴這位外國朋友 兩岸同胞都是中國人 決定了國家統一 永遠是中國核心利益中的核心 而針對大選後 大陸網路出現武統的聲音 大陸表示人維持合同的基調 但國台辦人強調 如果謀獨挑釁 則會給台灣帶來慎重禍害 這反映的包括台灣同胞戰略 兩岸各界對民進黨可能加劇 台海形勢緊張動盪的擔憂 我要強調的是 台灣地區的選舉改變不了 兩岸關係的基本格局和發展方向 菲律賓總統小馬可氏 15號在X平台上PO文 祝賀賴清德當選台灣下一任總統 並期待雙方密切合作加強共同利益 稱賴清德為台灣總統 已經嚴重踩到大陸紅線 未來還要台非合作更加激怒北京 我們建議馬克思總統多讀讀書 正確了解台灣問題的來龍去脈 從而得出正確的結論 另外美國眾議院日前通過法案 要求美國財長支持台灣加入國際貨幣基金 這樣子的推文 然後表示祝賀賴清德當選台灣總統 關鍵當然就是在台灣總統 這四個字 因為我們看到小馬可氏 為什麼說他在夢遊狀態 他最近承受到了滿大的壓力 一方面他在南海的問題上面 他和美國好像是美國在背後撐腰 然後他採取的那個立場非常的強硬 可是他在內部 因為他的副總統是杜特蒂 就杜特蒂的女兒 杜特蒂的女兒 他們菲律賓有一股勢力 認為說他在於南海的這個問題上 採取這麼強硬的立場 可是卻罔顧了菲律賓 跟中國之間的一個貿易關係 所以在菲律賓國內 有那種政變的聲浪起來了 所以小馬可氏 但是應該是在這種內外的 這個壓力的情形之下 我不認為他是在經過 一個精密計算 而是在一種 就是一種比較隨性式的 這樣子的一個祝賀 因為我們看到 他這樣子的祝賀之後 立刻他們的外交部 就出來滅火 我覺得等於就是給了 菲律賓小馬可氏總統 一個小小的一個難堪 而且因為他的這樣子的祝賀 他根本上本質上面 他改變不了大局 倒是美國的態度 非常的值得重視 就在於是我們看到 美國在賴清德當選之後 不管是布林肯的訪問 或者是說AIT的理事主席 他們到台灣來的時候 就面臨到了諾魯跟我們斷交的 這樣子的一個局面 而諾魯跟我們這個斷交 非常特別的在於是 他們提出了2758號決議 這個有兩個不尋常 一個不尋常就在於是說 第一個是 乃琦 這等等我們要談 我們要另外一段 專門談這2758號 OK 好吧 我只是覺得稍微有一點 就是說這些 我們的這些朋友們 他當然不見得有邦交 他能不能道賀呢 他如果不能這樣用台灣總統 他用什麼呢 如果他說恭喜你當選中華民國總統 那大陸生不生氣 他也會生氣 那到底要怎麼講呢 所以就是說如果大陸不希望他稱為 人家稱為我們台灣總統 能不能稱為中華民國總統 那美妮怎麼看 但是這個是很兩難 不過其實我們觀察到 在有許多的國家 其實他如果跟大陸 有高度競爭的關係 或對抗的關係 常常在某一個時間點 他們就跳出來挺台灣 那到底是真心挺台灣 還是愛台灣 還是其實去善用這個戰場 我覺得站在我們自己的立場 我覺得要觀察 當然這次總統大選之後 我們看到美國也好 大陸也好 在第一時間很快都去表態 重申他們各自想要去重申的立場 我覺得這些立場 其實我們過去常常都聽到 只是不斷在重申而已 可是都可以看得出來 其實不管是美國或者大陸 他們還是會把台灣 當成一個角力的一個點 會不會繼續把台灣 當成一個棋子 我覺得這個我們還是要看 但我覺得我最擔心的是說 雙方不斷去做宣誓 或者有一些比較激烈性的談話 這些宣誓或談話 到後來有沒有可能變實際行動 我覺得這個是要再觀察一下 尤其是其實現在賴清德當選 我們都知道賴清德的骨子裡 表面上其實他就是一個 台獨的支持者 這對大陸來講 這當然是他沒有辦法接受 沒有辦法忍耐的 所以其實這一次我們剛剛看到 諾魯的斷交 其實是在賴清德上任的第一天 我記得在蔡英文上任的第一年 什麼時候我忘了 那是不是好像也有一個國家 那個國家名字 我有一點忘記了 一個比較小的國家 立刻也是斷交 都很小 對 但怒魯我們還講得出來 那個國家的名字 我又一定講不出來了 更小的一個國家 但是我覺得 這都好像有一點點想要給 就是台灣一個顏色瞧瞧 可是我其實認為 中國大陸這樣的做法 其實不會得到 他們想要得到的效果 不管是讓我們會覺得 害怕 擔心等等 因為我們要知道 其實這種動後的說法久了 台灣其實在對戰時間 我們也斷交這麼多的國家了 要達到動後的目的 我覺得不容易 可是我也擔心 如果他們知道 沒有辦法繼續達到動後的目的 會不會把這個手段 越來越加強 所以我們必須要呼籲賴清德 其實他現在既然上任了 也要擔任總統了 順便要開啟兩岸的對話跟談話 這個是值得思索的 楠夢凱 是 先看到趙先生回來 我在一則一席 一則遺憂 不過說實在的話 觀眾朋友真的是 還是覺得說趙先生的評論 是最犀利的 先講 我覺得對岸對於我方的態度 立場絕對不會改變 其實看起來就是為止 對方視台灣為中國一部分 但是我們不會接受 可是有些時候講 就共識 共識是什麼 就如同趙先生之前講得非常好 就是如果說可以和平相處的話 你接受你的生活 我接受我的生活 我們維持原本的現狀 你吃你的乳酪飯 我吃我的牛排 還是可以好好的過生活 我覺得這比較重要 所以拉回來到今天 這一個菲律賓的總統的事件 我覺得如果說 你真的要恭賀的話 大方一點 我們是中華民國 你應該要恭賀中華民國總統 因為我們過去 是要選的是中華民國 我們現在 未來 也都是中華民國 我想國際社會現實上面 也不要忽略中華民國 存在的一個事實 我覺得這是第一個部分 第二個 美中兩大強權 目前處理兩岸議題 當然他們都會覺得說 台灣可能就是房間裡的大象 絕對不會忽視 可是目前看起來 從上禮拜六投完票到現在 我覺得兩方的基調 還滿去一致 就是克制 呼籲 美國也呼籲要克制 中國大陸也呼籲要克制 甚至也都希望說賴清德 你雖然骨子裡是台獨意識形態 但是現在也要避免 任何擦槍走火的可能性 不只是因為美國的總統大選 在今年的11月要上演 所以說其實 我們的大選剛落幕 美國的總統大選 其實才要進入大白樂化 那中國大陸 我想現在這個時候 也不會說想要在兩岸之間 有開啟任何戰端的一個可能性 至少到現階段 所以某種程度上 現在看起來克制就是一個 目前美中兩大強權 以及我們中華民國 目前看起來 對國際社會上的一個現場 其實你可以看得出來 這次的大選是全球關注了 140幾家的外媒派員到台灣來 你可以看得到 從之前的烏鱷 以巴戰爭進行中 所以外媒最關心的是什麼 就是現在台灣目前在國際局勢上 以及台海安全上面的關係 你可以看到 其實讓我有一點難過的地方是 連菲律賓都開始把台灣當成籌碼 這個才是我們接下來 2024現在當選人賴清德 他必須要去面對的問題 是不是過去七年來蔡英文的執政 讓大家看得到 只要我現在手握著中華民國 只要握著台灣 你中國大陸就會來跟我談判 我覺得這個是接下來 我們大家要去關注的地方 如果今天連菲律賓都知道 要把台灣拿來當籌碼的時候 那我們在國際間的地位 是不是又開始 一則一則一則以優 當然我們的能見度越來越高了 但是大家開始知道 原來我們可以藉由台灣的 這樣子的左右 來去跟中國來去談判 我覺得這個東西 才是我們大家要去擔心的 那當然兩岸的關係緊張 或者和緩 坦白講 我們必須要去面對一個現實 就是美中之間對抗 他們到底是進和關係 還是相關的是敵對 我覺得這個就是取決於在 中國大陸以及美國政府的態度 所以我覺得台灣在這塊地方 其實我們還是要 比較圓融開啟對話是必要的 那只是說到底要怎麼樣在 一個台獨今孫的立場的角度 開啟這樣子的對話 而不失台灣主權 又可以顧及到台灣 現在中華民國的整個 不管是內政以及外交 還有我們的國際貿易上面的利益 我覺得這才是接下來 賴清德最大的考驗 林佳麟 我想只要是對台灣有善意的 我們都坦然接受 這個是一定的 至於說他的發言要怎麼樣 我就像趙趙哥講的 他上面如果寫中華民國總統 他的重點在總統這兩個字 因為他認為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所以他不認同說 台灣可以選出自己的總統 他也不會認為說 中華民國有權力 選出自己的總統 我想在這個部分 當然是美國跟菲律賓 還有跟中國的關係上面 最近也發生了一些變化 但是台海的區域穩定 和平 安全 都是大家所希望 也是現在蔡政府 現在是蔡英文當總統 他還是會穩定的 維持這樣的關係 好不好 諾魯跟我們斷交 引起的效應到底怎麼樣 有隨著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